贝尔实验室几十年的时间 获得了超过十个诺贝尔奖 很大成长也超过了中国 贝尔实验室它为什么能够创造出 这么伟大的科学成就呢 它是怎么做到 美国的企业有大量的一流的科研机构 比如说最有名的 就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在1908年所创办的贝尔实验室 AT&T在很长时间里面 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通信公司 那么这个通信公司 它在1908年就成立了贝尔实验室 你很难想象一个企业 它所创办的一个实验室 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 一流的科学创新 有人做过统计 说贝尔实验室几十年的时间 它就已经获得了超过十个诺贝尔奖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世界上今天获得十个诺贝尔科学量的国家 都是屈指可数的 也就是贝尔实验室这一个实验室 它的科学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很大程度上也超过了中国 它怎么做到的 我想这是值得很深入的研究 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 包括任正非先生 都到贝尔实验室去参观 去考察去学习 贝尔实验室它为什么能够创造出 这么伟大的科学成就呢 其中我可以列出几项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经济馆的发明 经济馆的发明被有人认为是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最最重要的科学发明 这个发明就是贝尔实验室 在四十年代后期 肖克利 布拉顿和巴丁这三位科学家 共同做出了伟大的技术发现 那么这个经济馆的发明 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集成电路 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芯片 没有经济馆的发明 就没有后来的集成电路 没有集成电路 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 个人电脑 移动通讯 手机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个发明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经济馆的发明 成为二十世纪最功能的发明 而这个发明呢 就是在贝尔实验室完成的 我想如果一个企业的实验室 能够有一个如此重要的 改变人类历史 改变世界科技进步方向的 这一个发明 它就足以民粹侵蚀 但是贝尔实验室的贡献 可远远不止真心 我们知道 我们通信时代的 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被称为叫香农定律 香农定律 是以这个发明人的名字 叫克拉德香农 理论的 那么香农 他什么时候做出这项 伟大的科学发现的呢 也是在贝尔实验室 当时香农是 麻省理工学院的 一个硕士研究生 他同时在贝尔实验室 从事通信方面的研究工作 最后他写出了 他划时代的论文 就是通讯的数学理论 这个通信的数学理论 就提出了 著名的香农公式 或者叫香农定律 而这个香农公式和香农定律 就是后来 所有移动通讯的 数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包括从2G到3G到4G到5G 5G也是在香农公式 香农理论的基础 就像扩展和推导出来的 那么除此以外 计算机最早的 最重要的一些创新 包括操作系统 包括图像显示等等 也是在贝尔实验室 做出来的 当然除此以外 他还有起了很多很多的发明 所以有人讲说 今天人类信息科技时代的技术 毫不夸张地讲 有一半以上 甚至有人讲是三分之二 是在贝尔实验室 这么一个实验室 孕育和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有十几项诺贝尔奖 这是非常运人吃惊的一个事实 一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发现 科学突破 科学成就 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他是怎么做到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的研究的